哈囉我是娜娜 我很享受料理的過程 東西全部被吃光更是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 不過料理是需要靈感的 所以偶爾會出現卡頓的情況 這時候呢就需要一些新的靈感 那今天影片要分享八種不同醬料理 用簡單快速的方式就能端出美味的料理 希望能帶給各位主婦 主婦們一些新的想法 這支影片要使用的八種醬料是 三合手作神隊友七日醬 那這個尺寸呢是小份量 大概是一到二人份 我覺得很適合想要嘗鮮的小夥伴 或者是家裡像我一樣是小冰箱的人 今天第一道菜是炒空心菜 然後要使用的是這個 豬油蒜味辣椒 先蓋上蓋子讓空心菜變軟 然後接著再下這個豬油蒜味辣椒醬 好那豬油蒜味辣炒空心菜就完成囉 第二道要做的是金沙豆腐 那第一步就需要把雞蛋豆腐煎到金黃色 好那雞蛋豆腐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先熄火然後盛出來 不用洗鍋瓦適量金沙醬 我瓦了兩匙金沙醬 然後先把它炒散炒到香氣出來 像這樣子冒泡泡的時候就可以放入雞蛋豆腐 用推的方式來炒雞蛋豆腐 讓它均勻的裹上金沙醬 好那今天的晚餐完成了 三菜一堂這個是豬油蒜味辣炒空心菜 黑胡椒豬油 金沙雞蛋豆腐 還有貢丸湯 我覺得這個豬油的香氣啊 其實剛剛好 辣度也不會就是讓你辣到受不了 炒青菜還蠻適合的 就很適合像我這種不想要切辣椒的人 加一匙就很夠味了 那這個是 金沙雞蛋豆腐 香氣很夠 不會太鹹 如果你喜歡吃金沙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麼樣處理鹹蛋黃的話 我覺得用這個金沙醬還蠻方便的 今天的午餐是麵條 那我要用的是這一個 復科阿嬤古早味 熱鍋之後先下絞肉 接著放入一匙 復科阿嬤古早味的醬 繼續拌炒 熱鍋 好 那料都熟了就可以關火喔 好午餐完成了 這個是復科阿嬤古早味的醬 然後我炒了肉末 再搭配燙青菜跟水煮蛋還有麵條 看起來是不是很不錯阿 這個醬裡面有香菇 它用料蠻實在的 然後均勻攪拌之後我來吃吃看 真的是古早味 就是鹹香鹹香的 然後調味不會太重 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要做照燒雞腿排 那要用到的是這個 日式產液照燒醬 然後先來處理一下雞肉 醃製一下 放進去 煮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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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到冰箱冷藏醃漬半個小時 蒸汁 水 蒸汁 蒸汁 最后再散上白芝麻 这样子照烧鸡腿就完成啰 另外一道我要用雪白橙奶酱来做马铃薯沙拉 好那已经蒸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捣碎 好那撒上意大利香草之后呢 白酱马铃薯泥就完成啰 好今天的酱料理是赵烧鸡腿排 还有白酱马铃薯泥 那整个晚餐呢走一个比较日式的风格 好那来吃一下赵烧鸡腿 甜甜咸咸的味道非常好 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 再来是这个白酱马铃薯泥 我没有把马铃薯压得很碎 就是想要保有一点它的颗粒感 然后它这个白酱里面是有迅菇的 所以还蛮特别的 白酱的味道很浓郁 但是不会太腻 然后跟马铃薯搭配的刚刚好 我觉得整个这样子组合下来非常好吃 我正在洗衣服所以可能会有点炒 那今天早餐是要用 番茄蔬菜红酱来做热压吐司 早餐完成了 这个是番茄蔬菜红酱做的热压吐司 然后还有没有吃完的白酱马铃薯沙拉 这个红酱里面放了很多蔬菜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很好 然后红酱的味道很香 我觉得搭配热压吐司很不错 今天晚餐要煮三杯海鲜 要食用的是这个 胡麻塔香三杯酱 海鲜清洗处理好之后 先来去腥腥腌制一下 好那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冷藏腌制至少半个小时 腌制好的海鲜还要再加上太白粉 这样它才能比较好的沾附三杯酱 然后再加上骨 将其达筻的沸腌切好 今天的醬料理是這個 三杯海鮮 那因為我的九層台用完了 超市的九層台也賣完了 所以我就切了一點蔥 點綴一下 吃一口三杯海鮮 這個三杯醬的味道 剛剛好然後香氣也很夠 只要準備好食材 然後炒一炒把醬料倒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今天晚餐要用一星六夜極龜毛芹醬來做 義大利麵 我有試過這樣的水量是可以把義大利麵條煮熟的 那就蓋上蓋子 然後煮17分鐘 好青醬義大利麵已經煮好了 可以試試看味道 如果覺得香氣不夠 味道不夠的話 可以再補一點青醬 青醬義大利麵完成了 那我真的超級不會擺西式的擺盤 所以看起來很奇特 那不管了 只要好吃就好 這個一星六夜極龜毛芹醬的香氣很夠 然後不會太油 因為有一些芹醬它真的可能橄欖油加比較多 所以入口的那個油膩感會比較重 那這個不會 整個味道啊 發揮得很剛好 那我剛剛的煮法是一鍋料理 就是 我不想要另外煮一鍋水再煮義大利麵 就直接先把青醬跟料炒香之後呢 再加一點水 然後放入義大利麵 我們這個方法比較懶人啦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 這些都是平常我們家會吃的菜色 那不是為了拍影片可以呈現的 因為有時候中式料理吃膩了 就會想要換偏日式的口味 或者是像牛排義大利麵之類的 那其實你要自己做青醬 做紅醬做白醬都可以 但是就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再加上我家是 就是很小的冰箱 食材不容易保存 所以我覺得像三合手作神都有 其實這樣就是不錯的選擇 那以上就是八種不同醬料理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想說的話 或者是想看的影片主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nana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還是eniz conc mata 啊 還 加油 啊 吧 ali